就是扛了四罐剝皮辣椒回來 六包草莓的一枚小泡芙 這個片卡洋海苔 他有家吃到的 然後我吃到之後真的是驚為天人 覺得我這輩子如果再吃不到這個海苔了 我該怎麼辦 來 因為在不知道哪裡買的 這個是什麼 冬瓜檸檬茶丹 這個還蠻好喝的 他展示的時候 他放了一根假人頭 然後就把他帶成這樣 然後我就說 啊誰買這個回去帶 帶這個要幹嘛 還蠻可愛的 哈囉大家 我們從台灣回來了 今天這集要跟大家介紹 我們從台灣扛了什麼東西回來 90公斤到了扛了哪些東西 OK 第一個 灌灌區 首先這次最滿意的 就是扛了四罐剝皮辣椒回來 剝皮辣椒真的是巨好吃 尤其在冬天的時候 重點是他在英國很難取得 所以這次就好扛了四罐 第二個是小莫芳的白胡椒粉 蘑菇醬 那蘑菇醬是不是就是 早餐店鐵板麵的那一種 對 我覺得應該是耶 但看起來就好吃 再來下一樣是辣椒醬 一個是鵝油辣椒 每次從台灣回來英國必備 還有這個是您記得的豆食辣椒 這是誰買的 反正不是我買的 然後還有一個是澎湖的小魚辣椒 還有最後一罐很特別的是這個 羊肉乳的蘸醬 那肯定是潘蘭買的 為了他這個蘸醬呢 我只好去蝦皮訂了一些羊肉乳的乳包 這些乳包也很讚 它可以冰在冷藏啊冷凍啊保存半年以上 第一個是宜蘭拉麵 它是我吃過拉麵的料理包裡面 懷念度最高的 而且宜蘭後來好像有出一個泡麵類的 喔真的喔 對 但那個我就沒吃過 後 潘還買的這個好進道的麵 說這個好進道很好吃 結果只買這一包 這一包我一餐就吃完了 我不知道他買的 再來就是各式各樣的泡麵類 從台灣帶子就只有排骨雞麵 然後還有母式的麵 麻油雞雞沒有吃過 還有銷魂拌麵大師兄 這個也是新的口味喔 這個是醬茶來的 蒜香拌麵 然後它裡面很簡單 它裡面就是只有兩個醬包 一個是大蒜的醬 另外一個就是大師兄的醬油 噔噔 它聞起來很香耶 有一個很重的蒜味 它真的很好吃耶 既不是蒜味肉跟那種很蒜的蒜 也不像西式的那種香料的蒜 這是一個蠻特別的味道 推薦 不此之外 這趟回台灣還去了一個 去了一趟韓國 然後這個是一個冷麵 我們說這個巨好吃 然後還有這個 劉再喜大演的 對阿 Running Rain的主持人 劉再喜喔 對 這個是推薦了吧 這是一個海鮮口味的泡麵 再來是零食餅乾類 一個是薏莓小泡芙 潘回來每次都會買的 再來很特別的就是 六包草莓的 薏莓小泡芙 上次潘媽只帶了巧克力 還有牛奶口味來 居然沒有帶到草莓 乾媽看了影片之後 她怒幫我買了六包 真的是超可愛的 還有再來就是巧克力脆片 就是小時候的那個 一個正方形的包裝 然後可以捏碎 這個真的巨好吃 一個義美很好吃的東西 胡桃QQ糖巧克球 每次從來回來 都會帶回來給 英國的朋友們吃 這個片烤海苔 最近這個良好海苔 在台灣好像沒有 我們也是買了十幾包 各式烤魷魚口味阿 什麼 什麼蒜香口味 蒜子 這個烤魷魚的海苔 真的超級好吃 朋友家吃到的 然後我吃到之後真的是 驚為天人 覺得我這輩子 如果再吃不到這個海苔 我該怎麼辦 來吃給大家看 這種就是那種片裝的海苔 小時候我們常吃的就是那種原本山 然後那種海苔我覺得 吃起來都會軟軟的 可是這個海苔阿 它很厲害的是 它吃起來 它吃起來是脆的耶 它長的其實真的跟原本山海苔很像 但是它厲害的是它背面 有就是不知道是加了一層 就是會讓它脆脆的東西吧 它咬起來 它真的超級脆的耶 我最喜歡的是跑魷魚風味的 在台灣大家現在馬上 猫猫或蝦皮 訂個五包十包 快去 真的很好吃 超級推薦 前面就說去了韓國 所以攀在韓國買了各式的 地瓜片阿 蜂蜜 奶油的餅乾 反正看起來都是 他愛吃的口味 這次還買了一個 貝果口味的餅乾 還是什麼貝果乾 類的各式各樣的口味 聽說它最近都在韓國 超級好 生活用品類 我們去逛宜德利 是宜德利吧 宜德利有很多東西 看起來很方便 防油噴網 就是人家鍋子在煎東西 然後這個放在上面可以噴油 這個東西就是其實 在韓國買不到 但就是很難找 所以回台灣看到就會很強棒 現在還買了這個 防狀條 然後還買了這個阿 像這個什麼 撈油的網子阿 什麼油的沒的 最後 跟大家推薦這個 龜藻土的腳踏墊 我記得它好像都是硬的跟石頭一樣 然後這個我在宜德利看到 它是軟的耶 然後它吸嘴性也很強 然後而且它小小的 我覺得它放在浴室很方便 我們這次還扛了很厲害的東西 你看這個是 牌匙 沒錯 這是麻將 看 麻將回來被我媽唸 我媽說你也太誇張 帶麻將去你有看嗎 沒有 在英國的朋友們 如果需要拿麻將的話 下面 視訊我們 第一個 他跟我說他買一個 看起來很有用的東西 就是這個 Morjarni的 但我個人覺得 這看起來巨廢 它什麼都沒有耶 看起來就一個底座 然後上面有些凹度不平的東西 然後你就切個薑切面 然後這樣磨磨磨磨磨 這樣磨有用 我就 我就是真的覺得很好 他已經在不知道哪裡買了這個什麼 冬瓜檸檬茶磚 這看起來蠻好合雜 但我真的不知道 我在亂買了什麼 他還買了一包 紅豆回來 他說這是萬丹的 看看 他已經有帶了一包 不知道什麼東西 他已經跟我說 他很興奮 他自己去菜市場逛街 你知道他買了什麼嗎 他買了各式各樣的豆類 然後他給他打包回來 豆皮 這是什麼 這是我媽 我媽都說 它叫Charen 但反正就是一個豆類製品 然後 還是豆皮 還是豆皮 他帶了一整袋豆皮 他帶了一整袋豆皮 潘這一次 還帶了 超級多的面膜 掐指一算 這裡至少差不多有50片吧 我就看他一個臉可以敷入多久 這是幹嘛 洗髮 就是洗完頭髮 可以套在頭上 然後他可以吸水 這是在雙年路上看到 他展示的時候 他放了一根假人頭 然後就把他帶成這樣 然後我就說 阿誰買這個回去帶 帶這個要幹嘛 這什麼都看不到是要幹嘛 還滿可愛的 不知道吸水有沒有 OK 這次的開箱差不多 就是這樣 有推薦什麼必買必帶的 歡迎下面留言給我們 如果大家喜歡這支影片 歡迎訂閱按讚 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變魔攻擊 OK 你可以做 OK 收工 拍收工 你根本就不在 我好累 來看看 Technically 可 soup 做工 一顆 你 那些ored